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美国联准会主席博南克本周渴望扩大空前的宽松措施 宣布每月再收购美国公债450亿美元 股强现行每月购近400亿美元抵押担保证券的计划以支持美国经济 俄罗斯亿万富豪设立的基金会宣布 颁发个300万美元特别奖给研究黑洞的英国学者霍金 以及欧洲核子研究组织七位科学家 后者发现巨幸是西格斯波色子的新刺原子粒子 今天是世纪盈遇的2012年12月12日 全球各地许多准新人抢在这天布入礼堂 美国最新调查指出 大约7500对新人在今天晚婚 新加坡和香港的注册结婚人数也增加数倍 新唐人亚恶连续整理报道